红星新闻报导 宁夏宁川富阳烧烤店发生燃气爆炸后 消防安全再次引发菜饮业关注 日前有视频显示 陕西咸阳等地部分烧烤店 让员工随身背着灭火器工作 以此来提高安全防发意识 这该一天不得累子啊 有网友称一遭被蛇咬是十年怕警生 也有人怀疑是烧烤店在作秀 你这样背着一天不得了把人累坏啊 太滑稽太郁昧了 记者联系到了这一家烧烤店 该店前厅经理李先生解释说 6月24日厨房进行消防演练有员工看到某公众号发布过类似杯子灭火器干活的视频 他就想模仿一下 被子灭火器干活肯定是干不了的 首先尝试也不允许 所以员工这样做是不对的 虽然提高了消防意识很好 但是方法不对 记者呢 要展开了对灭火器安全使用的这些个研究啊 灭火器应该 放置于避免日光暴晒强辐射强热的环境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个 最后说没有 到这